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另外追持我们的员工 我们也希望能够给它有好的一个增长 能够保留这个公司的历史 所以用蚂蚁是最分工合作的一个动物 来代表员工 因为我觉得蚂蚁最能够代表员工 能够诠释蚂蚁是最分工的 刚才蚂蚁几百只几千只几万只 他们在努力地搬东西 所以我觉得用蚂蚁最能够诠释 来装显这样的企业传统 它不是它是一个觉得 我们的企业其实有很多女人启发的故事 所以它很想分享 它自己找 就是刚才是玉神中心的那个 我们的鬼才精语啊 蔡蔡蔡有这样的点子 所以我们这个这次一拍集合 就想说我把这个故事写出来 但是我在写故事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我不喜欢不好听的故事 我写出来的故事一定是我自己喜欢的 那加油的故事呢 加油在六十年的过程里面 其实他们的企业故事真的很想连续 我每次跟那个信真剧文剧 听那个孔董事长的爸爸 讲故事的时候我就觉得 哇这个真的可以编成那个 编成一个戏剧 这也不玩了 那后来我在写绘本的时候 你不能评估直剧 因为那个变得是世界的陈述而已嘛 所以又要能够小孩子可以看 所以我就把它融成一个故事 因为一个企业要创业 那一定有一个鬼才 他一定有一个非常有企图心的 很霸气的人 所以我在这个灵机里头 我们来一个嗅觉超级灵敏的蚂蚁 去代表这一只非常有雄心壮心 但是有有才气的蚂蚁 那个企业人才怎样 当他的企业壮大之后 他会做出什么事情 他会觉得没有我 你怎么能够找到事物 那这不是蚂蚁的天性 所以蚂蚁它是要团结的 所以到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 我有一个开放的结局 因为我写一个故事 不是要教小朋友什么 我是希望小朋友看的故事可以想 甚至大人看了 这个其实0到99天都可以看 所以大人看了 他可能可以看出集中马上的道理 但是小孩子看的时候会想一下 这是我一直写故事的一个初衷 所以这个故事出来其实我很喜欢 然后会着这个黄威廷同学 他也是跟我们一起合作的一个大徒这样子 他看了也说他有画面 所以他在画的时候其实是非常非常顺的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读读这本书 然后也会喜欢这本书 这样 这样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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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